國內的政壇焦點 省戰倒數34天了 國民黨的侯康佩 在今天傍晚 是在後山花蓮 舉行了大造勢 現任立委傅崑奇 就下達5萬人的動員令 而除了是象徵地方派系歸隊 包含曾經被傅崑奇 暗指是丟失政權的 崇祯皇帝的前總統馬英九 也是親自獻神力庭 大場面有傅崑奇做動 就算初選過程中曾經挺郭 一看到侯傅崑奇主動舉起 他的雙手 全民大團結 九連霸 是歷史最長的五星市場 連侯友宜都做不到 對花蓮縣的政績 有口接賣對不對 對 藍營大咖在花蓮 現場喊出5萬民眾集結 後一發話要讓地方建設 更便捷點名綠營 賴小沛 所謂的環島快速網路 很多人連署 民進黨反對 蕭美琴 也會反對 我進來的時候 因為躲在侯友宜兄的後面 他在前面 他做開路先鋒 我的手都快被拉斷了 他的手 我覺得已經快不屬於他自己了 從來沒有像花蓮這樣的熱情 花蓮今天展現出我們有史以來空前的大團結 會這麼說不是沒有原因 畢竟就連曾被複昆奇 暗指是丟失政權的崇祯皇帝 前奏同馬英九 不僅現身立體 兩人還把手拉緊緊 最熱情的吶喊聲 來歡迎 為我們打動蘇瓦改的 馬英九總統 光明達 順利 光明達 順利 做事有堅持有魄力 有智慧有擔當 寶貴的一票投給認真 專業的傅昆奇 讓他高票當選 留在花蓮為大家服務好不好 好 放下曾經的嫌隙 對地方派系敞開雙臂 從後山力拼奮起 TV的高中紅外媒體 花蓮報導 但是有些嫌隙 暫時可能難解 是美麗島電子報 董事長吳子佳爆料 在一個月前 科辦幕僚曾經打電話 給蔡壁如 說他選不上 所以黨主席柯文哲 也不會去服選 這是形同被放生嗎 但是蔡壁如否認 說這種說法太誇大 來到彰化田尾親子園區 有客見到阿伯興奮合影 柯文哲下鄉人氣搶搶棍 加油 多麼持續衝總統選情 柯文哲卻被爆料 直顧自己不顧小雞 小鬼喔 現在聽黃珊珊的話 變成黃珊珊的走狗 然後打電話給蔡壁如 跟蔡壁如講 說壁如姐 說市長你交代 說你那邊 你那邊不會當選 所以我們資源不夠 因此現在開始 沒有辦法幫你去站台 電話爆料時間點 就在柯文哲與盧秀燕 前後錯身台中 輔選蔡壁如的一個月前 內部的開會 其實覺得說 確實區立委也很難選上 行程就按照主席的行程跑了 所以其實不是針對蔡壁如 蔡壁如好像透露說 很多區立委小金 你都不會幫他們 蔡壁如否認爆料 更強調柯文哲 原本在30號還要來 偏偏碰上辯論才作罷 但母雞幫小雞 積不積極還能翻翻數據 民眾黨區立委 提名11席 柯文哲至少幫7人站過台 次數一次的有4人 次數兩次的有3人 其他4人統統掛鈴 籃營就開酸 難道是放生小雞 主帥來到現場 也代表說主帥對這個選區的重視程度 然後也經過他一次又一次 來到我們這邊 也可以增加我們當地的朋友 對他的熟悉度 所以我覺得來說 對候選跟主帥來說 是彼此都有加分的 對比民眾黨 國民黨區立委 提名69席 身處激戰區的 游書會對決王世堅 主帥侯友宜 起碼就來了3次 張斯剛對決吳思瑤 侯友宜也來過2次 但選戰倒數計時 不管主帥來不來 小雞還是得先靠自己 TVB的新聞 李國正李明輝 楊佩宇 李宗澤 台北彰化採訪報導 至於統獨議題 綠白交鋒 面對民眾黨的柯文哲 頻頻質疑賴清德的台獨主張 還說他是台獨騙子 賴清德在致詞的時候 亦有所指 就舉了香港的學運女神周婷為例 說台灣不能變成香港 雖然說是台獨騙子名將 總統護旋賴清德 被原詢往前推 沒有回應 到時候在台上鼓動 想起香港學運女神周婷 香港學運的女神周婷 她說她一生不想再回香港 各位鄉親 各位中華社團 我們台灣不能走向香港跳路 我們不能再運輸 無法投票回去 無論中國加大加共對我們的會 我們絕對不走向香港 雖然對手比起來 自己才是真正護台灣 賴清德選在美麗島事件 44週年的這一天 南下高雄造勢 不僅要喚起高雄人 對美麗島的記憶 也要高雄人想一下這段過去 各位同學好選人生氣 民眾同學好選人 不由其黨提出 要向中國中心更強 服務貿易協定 服務貿易協定是10年前 一天勇敢的學生小孩 成功把他撞掉 繼續打抗中牌 要高雄繼續成為民進黨的民主勝利 TVB的新聞 留意宣委家綺 高雄彩虹報道 說到高雄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在今天則是替前建 泄密案產生的 藍營立委馬文鈞站台 韓國瑜在台上 就主動提到了前建的爭議 還感嘆說馬文鈞現在成了 全台最大背黑鍋的人 而他形容這就像過年的蠟肉 馬文鈞現在是全台灣 最大的背黑鍋的人 因為我了解 這種的痛苦 來賺黨投訴講韓國瑜說 馬文鈞現在被綠營當成劍靶 就好比過年的蠟肉一樣 民進黨執政不立怎麼辦 要找一個人吊在那裡 像一串過年的蠟肉一樣去打他 把他打打打打完以後 獲得選票 限制被爆國造前建洩密案 又被綠營上下抛紅愛黨國防預算 韓國瑜與過來人身份經驗分享 為什麼一艘潛水艇 價格是人家潛水艇的三倍 還要做八艘 一艘五百億 八艘四千億 有問題 他不應該問嗎 凍結預算只是盡立委本分 而同樣來到南投 輔選綠營參選人 則是退將於北城 過半了才不會有人擋國防預算 不過接著陪掃市場 卻被民眾當面嗆聲 尷尬全寫在臉上 說聲謝謝打原場 但同樣平打 前劍牌的還有他 高雄左南立委參選人 李柏毅合體附手蕭美琴 聯手強棒出擊 同樣繞不開前劍議題 畢竟選區裡還有一個主打前劍的國喜 對於韓國瑜力挺馬文軍 李柏毅不忘多酸幾句 但蕭美琴似乎沒想跟進 我想每一個人在選舉期間 對人民的承諾 其實也都是肩負很大的托付跟信任 我們就不太去評論其他人了 當國造前線呈政治提款機 蕭美琴暫時不加入這場戰局 選戰還在打 而下個世代 藍綠的接班梯隊 也在悄悄暖身了嗎 台北市長蔣萬安 在今天是首度到了高雄 幫立委參選人輔選 人氣很高 而這是否也是在隔空 互尬高雄市長陳其邁 因為陳其邁則是北上站台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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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手牽著不願意放 年齡層老少都通吃 高雄的熱情 蔣萬安超級High 謝謝大家都好熱情 哇 我下次要帶我太太孩子 一起來 我好想要有一個女兒喔 第四個 第四個 我要回去請問一下我的老闆 這次不小心透露內心話嗎 蔣萬首都到高雄浮選 這母雞當好當滿 連番出席9場活動 我們一定要在100月 旗幟過了 過去8年年代的執政 已經遭就了1年多 這回直接踏入綠營鐵票區 身為難霸天的高雄市長陳其邁 自然也不能讓 北上到新北浮選 我歌不管再怎麼唱 一定比蘇院長還好聽 哪裡五年總是成親 哪裡空氣充滿靈驚 要說高雄辦了好多演唱會 靈魂歌手陳其邁賞穴齒 更自Cue要加碼 讓底下臭嗨嗨 直著回到新北 卻沒到台北浮選 被視為藍綠的未來接班人 先較勁 蔣萬安他是一個非常迷人 陳其邁在這方面 他當然是不能夠跟蔣萬安比 那在高雄他做的績效也不是很好 我們也會積極的跟陳其邁市長來接架 能夠跟高雄市政來結合 雙城主帥走出各自的舒適圈 要破除對方立委選戰的 八仙過海盤算 藍綠接班人假想敵之戰提前開打 國防部證實在今天的上午9點58分 偵測到了中共在四川西長衛星發射中心 發射了運載衛星的火箭 但是這個飛行路徑 是經過了我西南空域的上空 而且沒有經過本島 高度位在大氣層外 而這是中共在過去七天 第五次運載火箭 9月10號早上9點58分 中共於四川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執行長征運載火箭搭載衛星發射任務 國軍第一時間正禍他 飛越國西南空域上空 而時間再往前推 火光照亮四周12月6號 凌晨3點半 這枚火箭從廣東洋江海域升空 發射衛星網路技術測試衛星 發射衛星的重量重了 這個整流罩也得更大 所以我們間龍三號火箭 採用了3.35米的整流罩 這樣給衛星的更大的一個暴露空間 去年對岸就曾用一枚火箭 將14顆衛星送入預定軌道 引發外界關注 中共過去七天發射五次運載火箭 都是要把衛星送進太空 就擔心國人覺得國軍慢半拍 國防部主動揭露全程爭貨動向 例如六日從廣東海域發射的是往南海 而四日五日和九日爭貨 從甘肅九泉發射的 則都是往印度洋方向 國防部強調全部的高度都位於大氣層外 它整個星馳計畫 是希望在2027年之前 能夠送上100多顆這種智能化的 廣域改測衛星 更重要的是它的訊息 可以在衛星之間進行交換 中共要拼太空霸權專家提醒 不能掉以輕心 所以它整個搖桿系列的衛星表面上 是做民間的科學研究 但是在戰時呢 它其實是支援尤其是這個委員 跟做戰略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讓它可以掌握西太平洋的哪怕是天氣的變化 敵軍的動態 中共要拉近於美方太空實力的差距 類似發誓任務 未來恐怕只增不見 TVBS新聞陳佑祥 劉晴廷台報導 不能掉以輕心 也要百戰百勝 國民黨的副總統候選人趙沙康就拋出說 那不如就派台灣的軍事觀察員 到中國大陸吧 學者認為這確實是 軍事互信機制的一種進階做法 而美蘇在冷戰期間就有潛力 只是要實現 恐怕還有非常多的關卡 也允許台灣派軍事觀察員 住在那邊經常的觀察 然後確保台灣的安全 提出讓台灣軍事觀察員赴大陸 但可不能讓大陸軍事觀察員來台 趙沙康這說法 令的回應很小心 但是任何的看法 都是還是要回歸到兩岸的當前現狀 看似可行性是不高的 甚至於是非常低的 所以是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兩岸論述 我覺得代選民檢視 所謂的軍事觀察員說的就是 信心建立措施的一種方式 為國家之間用來降低緊張局勢 避免戰爭衝突危險的工具 其他方式包括資訊透明化 熱線電話等等 美蘇冷戰期間就曾有觀察員機制 當時的華沙集團 也就是共產集團 只有九次邀請北約組織的成員參與演習 那相對的北約民主國家陣營 則採取相對透明的態度 總共在大型軍演裡面有45次邀請華約的人員參與 只是台灣期待與對岸是以尊嚴隊的方式互動 但中共至今從未奉棄武力統一台灣 試著國防可行嗎 相互查核是比較進階的一個做法 因為第一步軍事互信 第一步一定是公開透明 那甚至再進一步 就是說雙方能夠去減少軍隊的部署 或者武器的部署 那麼再來才是會有派遣專家去查核 隨著指出馬政府時期兩岸曾設熱線管道 如今的美中就算競爭也有元首熱線 任何管控風險的方法都應該樂見 作為一種思考或者是作為一種目標 我覺得還是可以大家來討論的 但我認為這樣子的一個做法也可以看出來 說侯友宜跟趙浩康之間其實是有相當的默契 所以一個扮演衝組一個就扮演穩組 就是穩定的穩 藍營平抛兩岸議題拼跟綠營做區隔 TVBS新聞 廖廣明 陳佑翔 樓欣庭 看不到 中國大陸和菲律賓又在南海爆發了衝突 雙方互扣 而其實不只菲律賓 解放軍也在南海和美軍角力中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就認為 即將舉行的台灣大選得密切關注地緣局勢 南海又爆發衝突 可以看到兩艘大陸海警船從左右兩邊夾擊 噴發強力水柱 攻擊在中間的菲律賓補給船 大陸9號警告菲律賓船 闖入目前由北京控制的南海黃煙島 並用水炮驅逐三艘菲律賓船 甚至雙方船艇還撞在一起 菲律賓譴責大陸海警 導致其中一艘船發動機嚴重受損 是蓄意直接針對這些船隻 除了中飛角力之外 美中也持續在南海劍拔弩張 在美中兩大強權的對峙之際 台灣必須緊密關注地緣局勢 為任何可能發生的衝突做好準備 明年1月13號的總統大選 或許也將會是北京決定 要不要武統台灣的關鍵 即使如此有台灣官員向CNN表示 北京也想干預下個月的選舉 無論最終是哪一黨勝出 無論是否政黨輪替 有美國學者指出拜登政府 希望台灣未來的新總統 避免做出刺激北京動武的舉動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